有刺客 這把刀在江湖上 只有魏大俠有這款獨門暗器 莫非是傳說中的魏大俠來了 魏里大俠來了 歡迎魏大俠 這才像話嘛 大俠裡面去 好 馬步要蹲了 馬步要蹲了 對啊 拍個照像這種樹 這種景比較好看 很特別 它這個全部都是民宿 一戶一戶這樣 那我們是他朋友嘛 以後住他家就好啦 看到沒有 哇 真的是非常高級 裡面就跟五星級飯店一樣 這很棒啊 真的 就像五星級飯店一樣 這邊架上呢 一樣都有水和寶寶 這個浴室 對 但是分離的浴室 哇 很大耶 裡面 放鬆放鬆 哎呀 好久沒有這麼舒服了 又喝汽水 又吃冰棒 哎 太享受了 金澤區的建築也是一個特色之一 因為我們是那個叫做重量型的鋼骨來蓋的 那它的外牆是透過我們自己建台跟日本採訪的日本的外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棟房子大概將近17年之間 所以它的外牆會有那種台灣傳統白華必然的問題 那因為鋼骨的抗震能力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這邊不管是經歷過強烈颱風 還是這些七級地震 房子都沒有任何的受損 住起來是非常的安全 有去過日本大概都聽過金澤 最有名的一個尖六眼就是在金澤那個地方 那我們也去過金澤跟尖六眼之後 我們覺得那邊很漂亮 很適合一個人居住的環境 那回來做民宿的時候就覺得說 那就用金澤來當作我們一個名字 就這樣感覺說我們也希望讓大家來到這邊有這種感受 哎呦 這個前面還有再來 還可以 再來 再來 我覺得再來 再來 我很辛苦 你再來 你過來 一直過來 敬虧師傅有練過 還沒騎就累了 啊 漂亮啊 我第一次騎前面有菜籃子 蚊子不會咬我的呀 不會咬我 我也不曉得 七公 有可能 哈哈哈哈 哎 你這個老闆 你講這個就不好啦 傷人傷得很厲害耶 應該講說師傅的功力夠 一甲子的功力這樣修出來 現在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也要經過後面的人來研究 很多人要釘我的骨頭啊 這樣我經紀人要幫我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價錢不能低 這是一筆收入 好不好 在場的大家分一分 很舒服的這個 這個時間我們來騎 剛剛好四點多嘛 心情非常的開朗 在練練功的話 這個空隙真的 樹啊 花草啊 這些味道 在這邊練功真的是 對啊 讚啦 精神抖手啊 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很難哦 吸的時候分多金拍進來 然後把我不好的會去捋出去 吐出去 鼻子吸 拍進來 捋出去 經濟神真的分多金吸到真的不行啊 呼吸不順的話 你拍這邊有個雲燜穴 這個有凹進來這個地方 輕輕的扣前 輕輕的扣 對 不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 對 然後拍這個位子 很舒服啊 你不舒服就要拍 這麼辛苦把這個地方弄得這麼漂亮啊 真的我覺得你付出非常多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這個地方 真的太棒了 最武俠的姿勢 嘿 我這個徒弟啊 一個人可以打二十幾個 但是他看到師父我啊 他會發抖 我這個徒弟好可愛啊 二十多年沒有見到他 等一下就可以見到他了 唉唷 二十一年 哇 這麼久 二零零三年了 唱一首歌 師父聽一下 好 嘿 嘿 有 同情 你好 这一招 哇 我这个宝贝徒弟真的是很棒 真的吗 第一次听见他唱的